其實我們痛風在發作之前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說它長期有一個高尿酸血症 就是說血液中的那個尿酸會過多 其實尿酸只要超過那個我們正常值的話 它其實就會開始形成結晶 然後開始沉積在那個各個關節 皮膚甚至內上器官什麼之類的地方 所以第一次發作的時候其實代表說 其實你可能身體裡面很多關節 裡面其實就已經有這些尿酸的結晶在了 所以它第一次發作之後呢 接下來其他的關節都有可能會再發作 而且發作的頻率理論上 其實就每個病人來講都會越來越頻繁 那間區就會越來越短 而且每次發作的關節數量可能都會越來越多 結果剛剛有提到說 第一次大概發作大概會在什麼地方 第二次又會在什麼關節報酬 第一個那個最常發作的地方 其實大部分人大概都可能有些經驗 就是說出現在那個腳趾頭 那個我們叫做那個低端的一個關節 然後所以大拇指的地方 大腳趾應該說大腳趾的地方 其實是最常發作的地方 然後其次呢是在那個足背 這個足背其實它也是有一個關節的地方存在 然後第三常見發作的地方就是在腳踝 然後接下來是膝蓋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呢 那個我們它最 其實痛風最常耗發的時間 其實就是說我們在晚上 那是因為晚上會比較冷 所以它會發作在我們肢體比較冰冷的地方 所以呢最遠端的那些小關節 其實是最常見的 那我們對通風患者的這個建議 對 那通風的話 其實在急性起發作的時候 大家可能很多那個病人 其實都會有經驗 就是去診所 去打個針 其實它的 症狀很快就會緩解了 可是呢 這個是治標 沒有治本 我們的本在哪邊 就是因為體內的尿酸值太高 所以這個尿酸值 如果沒有把它降下來的話 其實那個痛風的這些結晶 會繼續的 越成績越多 越成績越多 所以那個之後的症狀 可能就會越來越嚴重 而且那個不太會有緩解的可能性 而且甚至一些併發症可能都會跑出來 所以痛風其實 長久的治療的最根本 其實就是要去降我們體內這個尿酸 一般來講 大家都會聽到說 你加尿酸的話 其實就是生活中不要吃東西 不要吃什麼高普林的東西 然後飲食要節制 喝水要喝的夠多 然後要運動 可是呢 這個其實也只是 那個就是我們在治療中的其中一個部分而已 它其實影響的 不會去影響到你長期的尿酸 影響很多 它影響的其實都是說 你是不是短期尿酸的濃度 會有一個急劇的變化 這樣子的情況而已 所以在長期 如果要控制尿酸的話 其實還是要配合藥物 才有辦法把尿酸 降到我們的標準值 甚至要再更低一點 因為我們希望更低的原因 是因為說 這些尿酸結晶 其實在這些關節皮膚的地方 它其實是有機會可以溶解的 只要我們那個尿酸值降到正常一下 其實它可能就會開始溶解 可是呢 降得更低 它溶解速度會越快 然後如果一直持續的 那個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狀況的話 其實有一天它尿酸結晶完全溶解掉 其實就完全不會再發作 那這樣這個藥是要一直吃 還是它有可能有提掉呢 因為那個現在尿酸 以前的尿酸 其實是比較偏是那個老年人疾病 可是我們最近其實會發現 尿酸年齡層越越低 那這越越低的原因 其實跟那個家族的遺傳 其實有非常大的關係 就代表說我們身體裡面 在代謝這些尿酸的能力出了問題 它有可能會讓尿酸產生了太多 或者是讓尿酸從我們體內排不出去 所以呢 如果沒有在 沒有使用藥物的時候 其實尿酸很難會降到腎臓子 它可能就是回去了 然後甚至回到原本的 那個你的尿酸的那個濃度 所以那個其實我們會建議說 這種高尿酸血症 其實要把它當成一個慢性疾病 其實跟高血壓糖尿病一樣 我們吃藥是為了要控制這個尿酸的那個濃度 然後讓我們身體不會產生 這些高尿酸血症帶來的一些病發症 然後這個痛苦 所以通話一般來講 會建議這個高尿酸血症的病人 然後其實在治療長期是需要使用藥物的 其實尿酸大部分都會回去 當然有些人 例如說他在那個停尿 就是說在使用藥物過程中 例如說他吃個一兩年左右 他其實關節裡面很多尿酸的結晶其實就融到一定程度 所以他會發覺他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發作 可是如果他停藥 其實尿酸又回去 他又會再逐漸再把那個尿酸結晶再結晶起來 所以之後可能再過了一段時間又開始發作 對又會開始再發作 沒有沒有 因為痛風發作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體內尿酸的濃度突然間有一個急去的變化 有時候是往上有時候是往下 都有可能會引起這些關節也發作 所以你如果飲食突然間吃到一個高火點的食物 尿酸突然間升高 他可能痛風就發作 所以他只是一個觸發劑這樣 他其實是一種觸發的一個效果 對 即使你真的非常嚴格去控制飲食 然後跟河水運動 其實他在你長期降尿酸的幅度其實就一點點 對其實是一點點 對 其實他的症狀很快就會掉下來 這個確實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痛風其實最重要的其實還是在慢性有控制的部分 因為痛風他的成因是因為我們體內尿酸過多 如果這些尿酸的部分不處理的話 其實這些尿酸還會進一步的繼續形成結晶 繼續累積在關節裡面 他當然產生了症狀 包括說關節發炎 然後比較嚴重的方法是產生痛風食 甚至他也可能會產生一些內臟的一些情敗 然後再加上比較嚴重的另外一個就是腎臟功能 會受損 然後尿道結實的部分 所以我們治療的過程 其實重點在早期其實這樣做 在這一塊 他的尿酸其實都會超過正常上限的很多 一般來講我們正常上限大概就是6.9到7左右 他其實超過之後呢 他的尿酸就會開始進行結晶 我們當然 那個病人都會得到一個資訊 例如說他不要吃什麼食物 然後那個飲水 我們要補充過多 就是因為他要做過療療的運動 這些確實是有機會可以讓尿酸 稍微減少一點點 可是他的早期來講 其實他減低的股份很小 一般來講 其實你非常嚴格的飲食和生活控制 大概可以減少第一組用 其實就已經算是極限了 所以如果他超過很多的話 其實他不太可能靠飲食和運動控制 生活形態 然後去讓他的尿酸恢復到症狀性 甚至恢復到我們希望達到的治療部分 也會更低一些 所以通常都才是要靠藥物 長期的藥物去下去做使用 那長期的藥物 我們會那個主要是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 那當然就是說降降酸的治療 第二個其實是那個 預防痛風關節炎的發生功能 他預防的痛風關節炎發生的話 其實大家比較常聽到就是秋水仙劍 他其實是一個比較輕微的 看法醫的藥物 他在長期使用的話 其實可以去讓他那個痛風關節 比較不容易會跑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降尿酸的藥物 那降尿酸的藥物其實 市面上主要的基準營養 一個是抑制掉尿酸在裡面形成 一種是促進尿酸產生的 而且出去 那這兩個藥物 不管那醫生會隨著病人的 包括說他之前的活躍型患 他的生功能的狀況 然後包括說他對於藥物的反應 怎麼樣子去調整這些藥物的用量 基本上那個 我們都還很會建議 其實這些尿酸高的情況 其實大部分都是因為身體裡面 代謝尿酸出的問題 如果這些藥物 有辦法把尿酸架下來 可是一旦停藥之後 你停內尿酸 其實又會再回復你的藥物 對 然後所以呢 希望我們希望的都是長期 長時間的去控制尿酸 所以當然 在醫療角度會希望 病人可以一直持續的使用下去 才能夠把他 他體內的尿酸的那個 那個能量度控制下來 然後就是 回復到比較正常的 這樣子的狀況 對 可是病人會看到 一直吃藥嗎 對 我覺得台灣很多人 其實認的都會比較擔心 吃藥到底會不會 身體導致什麼 不過其實 另外一方面其實 要想的是 他降下來 對他身體有沒有好處 其實是會有非常多好處的 然後我們幫你說 他的尿酸不會 那個痛風不會在發作 然後痛風甚至可以消失下來 然後 就是 你如果長時間去使用 加量酸酸五 他那個尿酸只要低於正常值 其實他那些 尿酸結晶之後才是很容易解 他那個 逐漸的 就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痛風 也可以溶掉 然後接下來 有重要的當然就是 不會導致那個 那個尿酸導致的那個 腎上病變 然後也比較不會 導致那個 就是滅尿道的結石 甚至呢 可以改善一些代謝症候群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 那個減少 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其實對於病人的 身體其實是 非常的幫助 然後 這些尿酸的 降尿酸的藥物 其實 平床上會遇到的那個 副作用其實也不多 對 然後不過這些副作用 少數的這些副作用 然後有一些比較常見 大概 我們在定期追蹤的時候 其實都會幫病人去 對 對 那你說這些副作用的 所以其實 長期會吃的話 那個 像我一手 就是有很多人 他們其實長期吃 沒有什麼 對這些藥物 對身體造成什麼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是可以放棄的 就是 好幾年前 就開始有 那個通風關節的發作 那從一開始發作 他也是從那個腳的 低 低結的那個大骨子的部分 開始發作起 然後可是呢 這幾年的時間 他其實發作的頻率 其實是越來越頻繁 然後 他每一次 其實只要發作的時候 都是去診所那邊 打針吃藥 其實那個症狀很快就會緩解下來 他也覺得說 這樣就夠了 可是呢 後來的那個發作的次數 其實逐漸的越來越多 甚至幾乎每個月都會發作一次 而且發作的部位 已經不只是那個腳的大拇指 甚至到腳背到腳踝膝 然後最近的這幾次 甚至連手腕的部分 都開始跑出來 然後 所以呢 其實那個張先生 他其實是說 那個這個問題 其實困擾他已經很久了 而且發作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導致說 他很常三不五時 就要去診所那邊去做治療 其實對他的生活 其實已經產生非常大的一個 那個不方便的狀況 那這次是剛好那個人員機會 他這次因為痛到很痛 然後所以直接就那個 跑來我們的醫院掛急診 那這次痛的地方 是在他那個右手的手腕的地方 然後痛的形式 跟以前的痛法是一樣的 就是突然間 就那個發作起來 而且在那個幾十小時之內 越來越痛越來越痛 所以他來我們急診就醫 然後急診那個時候 幫他做一些那個 就是診斷 然後跟一些那個 藥物的處理之後呢 就把他收到那個 方式免疫科的病房 這邊來做住院 所以這個就是 張先生他的右手腕 右手腕的部分 可能螢幕比較 沒有那個亮 不過其實會很清楚的看到 他整個右手腕 其實是紅腫起來的 然後那個看到紅 然後跟腫 然後其實去摸他 他的那個局部的手腕 是非常熱的狀況 OK 然後他其實紅熱的部分 其實 雖然說急診那個時候 其實有做一個 我們都會做一個範圍 不過他其實主要紅的部分 是在這一塊 這一塊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急診那個時候 也要幫他拍一個那個S光 當然他們就會排除說 有可能是其他的問題 不過就這個S光看起來 其實他的關節 第一個他沒有 雖然說已經發作好幾年 不過最近那個就是 手腕關節 算是最近這幾年才發作 他沒有時間沒有長到說 那個他的痛風的關節 會去 就是這些 藥酸結晶 會去破壞到他的關節 所以我們看起來 他的那個手腕的 這部分的關節 是還算完整的 然後不過呢 從SAS光環 其實可以看到 旁邊的這些軟組織的部分 這個也都是腫起來的部分 就是這邊比較平白的這些東西 不過也沒有說 形成到那個 有些病人會有的 那種痛風時 是還沒到的程度 在我們急診的 這種關節也在治療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其實就是 盡快的讓他 那種症狀環解下來 然後我們使用的藥物 其實大概會 其實很多醫療運作 都是使用類似的藥物 就是第一個就是用那個 那個止痛藥 腸癌的止痛藥 只要病人他本身 沒有什麼樣子 不能使用藥物的情況下 止痛藥 然後接下來再加一個消炎的藥物 其實很快的那個病人症狀 其實就會緩解下來 不過這次住院中 那個張先生獲得比較多的是 那個我們給他的衛教 因為我們其實 封世銘科 會很著重在 急性關節也之後 後續的一個慢性的一個治療 這個在其他很多的那個 醫療院所 尤其不是鳳之名醫科的醫療院所 其實他們可能都是 他們關節髮炎就來 然後就處理他的關節炎而已 可是後續的一些追蹤 然後跟一些後續慢性的治療 其實通常不太會被重視 然後這次我們跟張先生 衛教了之後 他才知道 那個這種痛風關節炎 其實是需要長期的使用藥物 去把他的那個尿酸的部分 把他降下來 而且對他之後的身體 那個健康才會有一個保障 所以他接到這個資訊之後 後來在出院之後 回來門診追蹤 我們後來幫他加上 降尿酸的腰上去 也把他的那個尿酸 其實控制在那個 就是我們的治療目標以下 然後他在一開始 他一開始控制的時候 多少那些那個關節 還是可能會發作了大概幾次這樣子 可是其實大概後來 他的那個尿酸質 已經比較穩定的時候 大概幾個月之後 其實他的關節就沒有再發作過了 然後到目前為止 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其實他的那個症狀都很穩定 不像以前 那個幾乎每個月都會發作一次 而且後來發作的那個關節數量 又越越多這樣子 所以其實張先生在這幾個月 那個追蹤起來 他發覺說真的 我們在治療的情況下 也真的可以讓他的那個 痛風關節也幾乎不太會發作起來 所以他對於我們的那個 治療的那個結果 其實也很滿意 然後那個我們也跟他衛教說 其實痛風關節也 這高尿酸血症的問題 其實需要長期使用藥物 他也OK 所以呢 那個他就目前都還是在門診 持續的使用藥物 算是一個蠻模範的一個病人這樣子 這邊都有 然後那個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痛風關節也的問題 痛風關節也最重要的 它的成因就是因為血液中的尿酸的值 超過我們正常的範圍 我們正常範圍 那一般來講大概6.9到7 都算是我們正常範圍 如果超過這個濃度的話 其實他在我們身體裡面 就很容易這些尿酸 那個會形成一個結晶 那這個結晶 會沉著在最常見的就是關節 可是其他的一些軟組織肌腱 皮膚甚至在內臟裡面 其實都有可能會沉積這些 那個尿酸結晶 然後通常一般病人都是高尿酸血症 那個持續了很久了 就好幾年的時間 才會開始產生第一次的痛風發作 當然大部分人在第一次痛風發作之前 除非他有去做健康檢查 不然不一定會發現他的尿酸直接偏高 那所以通常都是在有症狀來 才知道說原來他之前 尿酸其實應該是長期都已經高到一個程度了 那急性的那個痛風關節炎 他通常都是比較常見的都是說 在大概晚上吃飽飯之後 甚至那個到半夜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發作起來 原因是因為這些痛風關節炎 他比較好發在比較冷的肢體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會說 那個最常見其實是在那個講的大膜子的地方 因為他也是肢體 那個我們身體末端比較冷的地方 然後晚上發作也是這樣子 那通常他發作之後 那個他那個比較典型 其實就是在大概20小時的時候 會達到最痛的程度 可是其實過了20小時之後 過了最痛之後 即使他沒有用我們那個 在臨床上的單系列所謂消炎子同樣的部分 其實他的症狀裡面會逐漸的慢慢的緩解下來 甚至即使完全不用使用藥物 他的急性痛風關節炎 大概也會在兩個禮拜之內 自己就就是消失到無影無蹤這樣子 所以剛剛講的最常見的其實是那個腳 大拇指的部分的關節 其次就是在那個足背這邊的關節 然後接下來腳踝膝蓋 是第三個第四常見的這些關節炎的地方 通常第一次發作之後 有一小部分的人 其實後來也確實也沒有在發作 可是如果他要發作第二次的話 通常是平均是在大概半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如果他開始發作第二次之後第三次第四次 時間就會越來越縮短 然後甚至那個發作的部位 有可能從一開始可能只有一個 或是說比較少的人兩個三個關節一直發作 然後可是後來可能同時發作的關節 數量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這樣子 然後通常我們一般來講是下肢的部分 會比較早發作 然後之後如果他下肢的關節 很多關節都發作過 他開始就可能上肢的關節會開始發作 包含說手腕、包含手肘、包含手指頭的關節 都有可能會有痛風關節炎的情況出現 然後在急性痛風關節炎之後 大部分病人遇到的情況是 他每次發作只要用藥 或者是即使沒有用藥 他也可以緩解到 所謂緩解就是說 他的症狀消失了 全消失到無影無蹤的情況 可是隨著他發作的次數 越來越多之後 有一些病人就會進展到 所謂慢性關節炎的部分 慢性關節炎的狀況 就是說他的關節 那些尿酸結晶成績的關節 無時無刻其實都在發炎 只是說發炎的嚴重 然後跟發炎比較輕微而已 所以到了慢性關節炎的病人 其實他的關節發作的數量會很多 而且沒有辦法完全地緩解 另外在尿酸 高尿酸血症如果久了都沒有在做治療 其實這些尿酸 他就是剛才講除了關節以外 他也會沉積在皮膚 沉積在內障 他一旦沉積越多的話 其實他會跟身體的一些發炎細胞 發炎細胞會去攻擊他 把他吃掉 可是發炎細胞也會聚集在那個地方 結果就變成是發炎細胞跟尿酸結晶 然後一起沉積在那個地方 然後越沉積越大 接下來就產生通風石的問題 那這個通風石它會出現 就是剛才講關節、肌繭、皮膚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耳殼的地方 這些壓力比較小的地方 比較容易會出現這些通風石的層積 然後如果你把通風石切開 或者是說它不小心破掉了 你看到了它流出來 其實會像粉皮灰那樣子呼呼 可是有點黏稠的這個液體 會是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因為它本身那個通風石的結構 還有這個發炎細胞存在 它就很像是 例如說有一些其他疾病 像肉芽組織類的 它會去侵犯去破壞局部的這些結構 所以像皮膚它就會去破壞皮膚 在肌腱上面它就可能會去破壞肌腱 在關節裡面 它就會去破壞關節裡面的軟骨跟硬骨 然後所以那個如果真的嚴重的話 其實會導致整個關節變形、肌腱斷裂 然後或是皮膚破裂的這些情況之後 可能會跑出來 然後甚至再更嚴重的 就導致病人 那個關節這個變形到完全沒辦法活動 而且那種破壞 其實是沒辦法回復的情況這樣子 然後其他高尿酸血症 也有可能會併發的一些其他的情況 包括說腎功能有可能會產生一個 那個尿酸的一個腎病變 它那些尿酸結晶去攻擊到 去沉積在腎臟裡面的一些部位 導致說腎臟功能變差 然後如果它是沉積在那個尿道 就是比如說像輸尿管膀胱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形成那個比較大顆的結石 那個叫尿酸的結石 然後另外那個這個高尿酸血症 它也是一個那個跟代謝疾病有相關的 所以通常出現高尿酸血症的病人 他比較容易會合併那個代謝症候群 就是所謂的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這種狀況 然後另外呢 因為它很常會引起一個發炎反應 所以它其實會去增加到這些心血管疾病的一個風險 然後痛風的治療 那個其實我們都是會說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有症狀的時候 急性發作的時候 急性發作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藥物就包含這邊講 非內固醇類消炎藥 跟另外就是內固醇類的藥物 內固醇是一個在急性發作的時候 很好的一個消炎的一個藥物 通常我們大概就是說 等到它症狀緩解之後 其實這些藥物就會停掉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秋水先減 秋水先減其實在急性期 它對於這些消炎的效果比較沒那麼好 然後目前比較少會用 那個秋水先在治療急性的關節炎 它通常是放在慢性的部分 等一下還會再停到 然後急性的關節炎 如果有秋水先去做治療 有一種方式 不過通常現在在臨床 比較少去使用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它的效果還是不急 所以用非內固醇類消炎藥 或者用類部醇類的藥物 然後病人其實只要它合併 例如說絕部痛的肢體 應該去休息 然後減少活動 然後加上如果也可以冰敷的話 其實通常如果它不是到那種 就是例如說都已經很長久了 其實它的症狀很快的 在這些藥物底下很快 其實就會緩減掉了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後續的治療 我們大概會著重在這一塊 後續的治療比較重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高尿酸血症 要怎麼去控制尿酸的濃度 我們常常會聽到的 就是所謂的生活型態的調整 其實病人他們也大概都會知道 他們從其他包裝長師都會得到這樣的消息 就是哪些東西不能吃 而我們那個尿酸大部分是從 那個就是普林或是說標林類的 這些食物去轉變過來的 所以所謂的高普林的食物 它第一部分就是酒精類 酒精是非常容易引起那個高尿酸血症 突然間那個血液中尿酸濃度就是標高上去的 尤其裡面是啤酒 啤酒最常見 其他的部分包含一些酒精物比較高的 夜酒或是白酒的部分 我們在講酒精的部分 其實最不會影響到尿酸的是紅葡萄酒 所以通常如果病人真的沒辦法戒酒 其實你可以跟他講 你要喝就要喝紅葡萄酒 其他的盡量不要喝這樣子 另外一天下來就是所謂的帶殼海鮮 蝦子、螃蟹、貝殼、牡蠣這些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屬於高普林的食物 那常常會有病人問說 那這樣子其他魚類可不可以吃 我病人來講就是魚類盡量不要吃到內臟類的東西 可是稍微吃一點也沒關係 可是不用說一下子吃太多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動物的內臟內臟類 這些都是普林含尿非常大 還有一種是外面一些手咬店含果糖的飲料 這個倒是可能要看病人 因為有些病人他體內會把這些果糖的部分去代謝層尿酸 這個是走另外一個途徑 跟高普林的其他食物就不太一樣 可是我們還會盡量跟病人講 盡量不要去喝這些外面手咬店的這些含果糖 因為他們家的大部分其實能夠用果糖 然後接下來就是充足的飲水 因為尿酸在排泄上面最重要的 其實它是從腎臟排泄出去 所以只要我們體內水分夠多 其實它排泄的量就會有 而且在充足的飲水增加尿量的情況下 這些尿酸在這些泌尿道裡面 也比較不容易會形成一些尿酸的解晶 或者是甚至解食跑出來這樣 然後另外規定運動 這個在所有的代謝的疾病 其實都會這樣子去建議 可是病人大概大部分得到的資訊是這樣子 可是這些的生活形態的改變 其實是做到最嚴苛最嚴格的情況下 它大概可以把那個體內的平均 它平常的那個尿酸的濃度降低下來這樣子 可是我們大部分會看到的病人 它的尿酸通常是9、10以上 其實你降了1下來 它還是超過正常值 所以這個部分雖然很重要 可是我們通常還是必須要 搭配一個長期的藥物去做使用 長期藥物使用 因為剛剛有講到這個秋水淺鹼 可是秋水淺鹼 並不是用來降尿酸的一個效果 它是一個預防痛風發作的一個效果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做降尿酸的治療的時候 病人體內的尿酸濃度會下降 其實尿酸在身體裡面的濃度 不管是上升或下降 只要它有一個波動 它的關節就很容易會有發作的情況 所以我們通常在開始治療的時候 都會加上秋水淺鹼去預防它的關節也發作 然後在那個國外的一個治療指引來講 秋水淺鹼什麼時候可以把它停掉 就是如果它即使沒有達標 六個月之內都沒有再發作過 秋水淺鹼可以考慮就把它停掉 然後或者是說 它已經治療 尿酸已經達到我們目標 三個月沒有發作 其實也可以停掉 代表說它其實比較不會 這些關節比較不會再發作起來 然後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降尿酸藥物 降尿酸藥物 我們一般臨床上所使用的藥物 基本上就是兩個基準 一個就是說去減少尿酸的生成 另外一個是促進尿酸從腎上排泄出去 不管是 但目前的藥物 那個在台灣其實有很多種 每一個醫生其實會根據病人本身 包含說他會不會對藥物過敏 他目前身體的一些肝臟腎臟功能如何 然後還有他藥物的遵從性 然後還有他對藥物的反應怎麼樣子 然後去調整這些藥物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病人 就是遵從他的組織醫師 給他這些降尿酸藥物的建議 我們治療的目標 其實如果是在沒有痛風時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他能夠降到6 這個就比我們正常時還更低一些 這個是為了說 讓他體內已經承接尿酸的結晶 能夠越早的越快速的溶解掉 如果病人有痛風時 就是有一顆一顆存在的話 就希望能夠降得更低 讓他溶解速度能夠更快 所以其實在長期治療尿酸的情況 就是必須要這樣子生活型態 再加上穩定的服用藥物 服用藥物到底要服用多久 當然站在醫師的角度 會希望病人能夠永久地服用下去 因為即使我們藥酸控制在正常之裡面 其實就跟糖尿病高血液一樣 你一旦停藥的話 其實他的狀況又會再回復回去 然後所以病人有時候會跟我們講 是不是只要一吃藥物就會掉 可是其實並不是 是因為他的身體需要長期使用藥物 才能控制得住 所以他才會需要長期使用藥物 而不是說吃了藥之後 就沒辦法再停掉 是這樣子的 並不是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這些降尿酸的濃度 降下來之後 當然剛剛講的那些 比較常見的這些病發症 其實都能夠獲得一個程度的控制 所以對病人長久的健康的狀態 其實是絕對會有幫助的 然後當然也有人說 會不會比較甘心說 吸藥啦 會不會都是毒什麼之類的 可是通常我們吸藥有一個治療的重點 就是雖然說他有吸藥都會有 那個可能的副作用 可是呢 他的對身體的好處 要絕對大於壞處的情況下 其實吸藥就是有需要的 所以像這樣子控制尿酸的情況 能夠減少這麼多的副作用的情況 其實對病人絕對會有好處 而且我們常見的這些降尿酸的藥物 其實他在每次回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去追蹤 他有沒有可能會有產生一些 所謂藥物本身有可能會產生的副作用 其實在目前我這邊治療的病人 其實在長期使用這些藥物 基本上那個沒有什麼明顯的副作用發生 如果有些病人 例如說有可能會有一點副作用 可是大部分停藥之後 其實或是換藥之後其實都會恢復 這個就是在醫療院所 醫師都會幫病人去做把關的部分 所以到目前為止 大概就是跟大家講一個 那個整個痛風的一個治療的一個過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問題